Refile 作為一款獲得六年的吃雞遊戲 現在還適合入坑嗎 現在入坑會太晚嗎 這部影片將帶你快速了解 那麼今天的影片主題主要分成三個面向告訴各位 分別為遊戲內容 新手帳號實測 以及多人組隊交流的情況 先來說一下遊戲內容的部分 遊戲內容可謂是非常的豐富 地圖也是比以往多的非常的多 而主播這邊幫各位整理好了 新手一開始可以玩的是 這三個模式 隨著等級的增長 可以玩的模式將會越來越多 那這些模式分別又是什麼玩法呢 我們來一探究竟吧 這邊要第一個了解的 鐵定是我們的經典模式啦 經典模式就是大家熟悉的傳統吃雞模式 50個人一局 一開始從飛機上跳下來 跳下來之後 你可以在這超大的地圖內隨意遊走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物資探索 開車殺敵人 甚至是快速移動 瞬移飛在半空中 欸等等 那個是外掛啊 只要你是用正規方式 活到最後取得勝利 你就是這一場的贏家啦 第二個要介紹的模式是 團隊突襲 在團隊突襲中 你會有三個隊友以及四個敵人 你們之間要進行一連串的廝殺 在一開局的時候 你可以買想要的槍 但是錢要足夠啦 每一局會在不同的地圖進行一個小範圍的團體戰 只要把敵人殲滅 就可以贏下一個小局 兩組比拼誰最快累積四個小局的獲勝 就可以得到最終的勝利啦 第三個要介紹的模式是我的戰場 這個模式是由熱門玩家自行創造的地圖 以及模式 雖然玩法眾多 但是進去會直接遇到非常強的對手 如果你不想像主播一樣被打爆頭的話 這邊不建議新手一開始就嘗試這個模式 最後再來談談對新手幫助最大的訓練島 等級到達後即可解鎖 推薦各位直接在靶場練習就好了 雖然他有實戰經驗 但是進去一樣會遇到非常強大的敵人 很容易受到挫折 那FreeFile這款遊戲在內容多樣性 主播這邊給到4.5顆星推薦程度 為了更貼近各位新手的遊戲體驗 這邊主播直接創了一支新的帳號 用了單身一千年的手術 馬上輸入好名字 直接下一步進入遊戲 如果你是沒有玩過任何槍戰遊戲的話 這款遊戲的基礎教學非常的詳細 一定可以讓你快速上手 再加上這個遊戲跟其他的槍戰 刺激遊戲有一個很大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他有輔助瞄準 輔助瞄準顧名實際就是 系統會幫助你射擊 那麼說各位可能聽不懂 那我們就來實際特試一下 這邊雖然我的中心點沒有在敵人身上 但是只要我的框框有碰到敵人 產生紅紅的準心 這邊就會自動瞄準 各位看 他的這個紅點直接吸附在敵人的中間 這個幅度瞄準讓這款遊戲上手程度大大降低 那麼來談談這個遊戲的福利 新手可以透過金幣 也就是遊戲的免費取得貨幣 來獲取幾乎所有的角色 也可以透過登錄 或者是達成目標等獎勵 來獲得一些衣服以及塗裝 這個遊戲福利的部分算是做得還不錯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隨著等級提高 遇到的對手漸漸不會是電腦了 那各位到時候 就需要花一點時間去習慣一下啦 這邊整體用新手帳號 實測遊戲環境的推薦程度 為4顆星 如果你想透過野配 或者是世界屏 來認識新的朋友的話 我這邊先跟你說 幾乎不可能 首先世界屏非常多的屁孩 看看這個留言 真男友真女友 啊 不要點進去 拜託 然後雖然這邊有很多組隊看似可以加入 但是實際上 他們的段位都是有限制的 所以這邊非常不建議 各位新手進入世界屏 聊天或者是組隊 那這邊再來講講野配的情況 野配最近因為和服的關係 很常會配到外國人 外國人啊 如果你是英文精通的話 那恭喜你 你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但如果你是英文跟主播一樣不精通的話 I am Pencil You are Apple WTF 這邊推薦程度 兩顆星 雖然只有兩顆星 但各位不要回心 這邊如果要交友的話 建議直接去發 FB社群 或者是直接加入戰隊 總歸來說 Free File作為一款活了六年的吃雞手遊 還是非常推薦各位加入的 不管是遊戲玩法的豐富 以及簡單上手的部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製作視頻不易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訂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免費訂閱我 才不會錯過精彩的影片內容哦 如果想了解主播的日常 或者是跟主播聊天 也歡迎追蹤我的IG哦 FB社群 FB社群 FB社群